宙斯盾驱逐舰自问世以来就成了衡量一型水面作战竞艇战斗力的标杆 阿利伯克级、金刚级、爱荡级、世宗大王级、霍巴特级、巴赞级这些各国主力驱逐舰轻一色装备了原产美国的宙斯盾作战系统 具有十分突出的抗保和打击能力 强悍的战力自然也意味着高昂的造架 即使是最小吨位的宙斯盾舰挪威巴赞级单舰造价也高达5亿美元 挪威海军F-313海里格英格斯塔德号 最近一段时间这款价值高昂的战舰 可是让挪威这个北欧小国吃尽了苦头 本月8日一艘途径挪威海岸的大型邮轮由于导航系统故障导致 净直撞向了挪威海军巴赞级宙斯盾舰的4号舰F-313海里格英格斯塔德号 撞击事故直接导致该驱逐舰舰体中部出现大面积破洞 海水迅速涌入舰体后F-313舰体出现大角度倾斜 并自由飘航至临近海岸 由于撞击海区属于港湾地带没有明显的滩涂 即使是临近海岸区域的海水深度也不小 正在轻负中的F-313舰 自撞机事故至今已有5天时间 由于舰体破损严重一时间几乎没有十分有效的办法将舰体拖起 巴赞集满载排水量达6400吨 即使是标准排水量也是5000吨级 加之海水倒灌后的影响 除非有起重能力超过7000吨级的大型设备才能奏效 拖船正在设法施救 调局如此重量的事件并非没有先例 早在4年前韩国试月号沉船曾轰动一时 沉船事件直接导致295人遇难 这是一艘大型游轮 该船满载排水量为9907吨 试月号在沉入海底后的第1073天才最终被打捞出水 打捞出水的试月号 由于打捞难度太大韩国自身虽然也是造船大国 但却对此无能为力 最终还是中国上海救助局赢得打捞竞标 全城主导了打捞试月号的作业 上海打捞局仅海上准备时间就花掉了将近500多天 打捞全城出动作业传播3000多行次 难度可谓是空闲之大 挪威师救宙斯顿驱逐渐自然要比打捞试月号容易得多 毕竟船体还没有完全沉没 在施救人员的努力下也能保障船舶不再进一步下沉 如果挪威愿意 我们中国还有一款超级装备可以参与施救 震华30起钓设备 该装备就是全城参与我国港珠澳大桥 施工总重达14万吨的震华30大型海上起重机 它以1、2万吨的起钓能力 加上7000吨360度全回转起钓能力 位列同类装备的世界第一 凭借这一钓运能力振华30 可以轻松拖举起已经泡水的挪威八战急驱逐舰 同时该船还装备了12个推进器可以进行自动定位 更能在挪威的狭窄航道中发挥独特的作业能力 近日 因为乐极生悲的撞船事故 挪威海军主力之一 男森级宙斯盾护卫舰F313英斯塔号严重受损 空城为第一艘沉没的盾舰 宙斯盾可说是顶级舰艇的代名词 具有强大的作战能力 可是从2000年至今 已经有五艘宙斯盾舰被民船放倒 其中四艘是美国博克级驱逐舰 包括一艘遭自杀快艇袭击 三艘遭遇撞船事故 其中首开撞船记录的就是DDG78波特号 2012年8月12日凌晨 正在进入第五舰队任务区域的 博克级宙斯盾舰波特号 刚驶过和姆兹海峡进入波斯湾 就与一艘悬挂巴拿马旗帜的日本 O2SAN 号邮轮相撞 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两船都能够依靠自身动力继续航行 O2SAN 号邮轮回日本航运企业商船 三井公司所有 船长333米 船宽60米 吃水20米 标准排水量16万吨 载重吨为30万吨 满载排水量约46万吨 当时这艘超级游轮从卡达马赛伊德港驶出 目的地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复查伊拉港 调查显示 波特号驱逐舰当时正要驶出和姆兹海峡 迎面遇上日本来船 依照一般海上航行规则 波特号应该靠右边通过游船 没想到波特号竟然违反规则 左转穿越游轮航线 两艘船就这样直接相撞 由于撞击力量相当大 波特号驱逐舰的右侧上层建筑 与舰体连接处 被撞出了一个3×3米 9 8英尺 9 8英尺 的大洞 撞击位置与今年6月份被撞的 飞茨杰拉德号驱逐渐被指相似 只是相对靠下 避过了相控阵雷达与舰长事 不过事故发生后 波特号舰长马丁阿里奥拉 Martin Ariola 在第一时间被解除职务 俗话说 十次事故九次快 习惯以专业水平衡量他国的美国海军 衡量标准不过是自己制定的标准 结果自己带头违反规则还开了宙斯盾舰撞击先河 怪谁?日本!怪我了! 护卫舰是现代海军买至未来的海军都不可或缺的一种水面战舰 其极防空反舰反潜多功能于一体的设定 使其在未来注定以舰队中的多面手而存在 这样的一型武器 同时也是非常轻便灵活的 具备一般大型军舰不及的优秀机动能力 如果说缓慢的民用邮轮可以把护卫舰给干成的话 恐怕一般不会有人相信 但是事实确实如此 巨型军演之后北约闹出其他事故 北约的护卫舰就是实实在在的被邮轮给弄沉了 据俄罗斯卫星网11月8日报道 挪威海尔格英斯塔号护卫舰与邮轮撞击的视频已经流出 可以看出这艘护卫舰的右侧已经被撞出了一个大洞 舰身已经严重倾斜 现在挪威海军已经放弃这艘护卫舰 把127名船员都撤离了 这艘护卫舰确实创下了被邮轮击沉的历史记录 这艘满排近5300吨并装备了昂贵宙斯顿作战系统的护卫舰 于2009年9月29日服役 是5艘南森级飞弹护卫舰的4号舰 该级舰有5艘英斯塔舰为4号舰 装备了美式宙斯顿向控阵雷达作战系统 以及16单元MK41垂发装置 单舰造价超过了5、5亿美元 大约折合38亿元人民币 南森级飞弹护卫舰是目前挪威海军最强的护卫舰 也是北约国家里战斗力最强大的护卫舰之一 原本这次军演集结的庞大军事力量 对于俄罗斯来说还是非常有压迫感的 但是随着这艘北约军演的事故 西方完全乱了阵脚 如果连主力作战舰艇都能出现如此低级的事故 北约海军如何威慑俄罗斯呢? 其实,不仅是这一次 就连美国军队也出过类似的其他事故 美军军舰的撞船事件一样令人啼笑皆非 在2017年的11月 一艘美军现役最先进的阿里伯克级驱逐舰 就与一艘日本托船发生撞击 导致军舰出现了严重的损害 事实上,仅仅在2017年 美军就出现过5次军舰与船只发生的撞击事故 造成17名人员死亡 花费数十亿美元进行维修 可以说,论与民船撞击哪加强,北约一定能排得上名 在这里不谈具体技术原因 无论如何,发生频繁的撞船事件 必定存在技术问题 至少,北约军舰对于海上规避碰撞准则的理解不够 其反应速度也不行 至少没有展示训练有素的操作 这次撞击事故对F313号英斯塔舰来讲 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 被撞击部位在直升机的机库一侧 破损开口非常大 目测长度可能超过了15米 即便是能修复也是代价巨大 北约军舰 尤其是美军军舰频繁创下这种技术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他们霸道而不讲理 军舰总是要求别人为自己让自己牛气轰轰的大摇大摆的冲 考虑到商船的吨位和并不灵活的性能 必让部级自然就撞了 按照西方这种海上行动风格 以后,这种奇葩记录他们还会继续革新 搞不好驱逐舰都能被撞沉 近日迎来一个重磅消息 一直停靠在浮动船物中的库兹涅佐夫航母 面临一个尴尬境地 俄罗斯相关官员透露 已经无力在进行航母的维修与升级 这无疑是一个重磅炸弹 目前俄罗斯海军一直面临大量战舰老化 与新型战舰无力开舰的窘境 然而近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成员国 紧急集结近5万士兵 从海陆空三个方向举行了一次冷战以来 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对此俄罗斯仅仅只能拿出图160与飞弹部队进行回应 显示出其海军的虚弱 据美国外交学者网站近期消息 俄罗斯正在维修着库兹涅佐夫航母 于29日晚间突然遭遇一起严重事故 一辆原本用于维修的吊车突然砸向航母夹板 留下了一个20平米的大洞 并有4人因此受伤 一开始,俄罗斯相关人士还坚持表示 这对于航母来说并不算是大事 维修工作将继续进行 未来将会恢复战力 成为俄罗斯海军的中间力量 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评估后 俄罗斯官员终于承认他们已经无力维修 尽管俄罗斯国内造船厂正在寻求航母维修的解决方案 但寻求他国的帮助已经成为了选择之一 毕竟对于俄罗斯海军来说 一艘停在港口的航母远不如持续作战的航母 这不仅关乎颜面 更关乎俄罗斯捉襟舰肘的海军实力 据塔斯社消息 俄罗斯联合造船公司声称 任何船只都能得到有效的维修与升级 但是库斯涅佐夫号航母实在是超出了能力范畴 无法进行维修工作 而中国接连建造并下水了辽宁舰与国产航母 可不可以